数位资产也可以拥有非常高的价值 NFT也就是非同质化代币 让音乐数位创作等等 可以在区块链上面贩售 各大国际品牌部分领域纷纷投注 也被誉为是经济数位的奇迹 跟着网络推荐 按图索记 来到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人气餐厅 这个皮带服的是牛尾巴 这个比较完整 比较大块的 店内招牌的牛肉面上桌 陈小姐一口一口细细品尝 接着打开笔电 用文字和照片记录真实的用餐心得 文章上传餐食平台后 如果网友认同内容 陈小姐就能获得分润 让文字变现金 每个人都可以是分享家 所以我们就同意了这一个分享家 可以把这个实际的分润权 拿去就是NFT上面卖 你把这个分润权拿出来 外卖它的可增长性是很惊人的 艺术家办展各种水墨 复合媒材及雕塑作品 原本只能摆在一廊等待知音上门 现在有NFT策展平台业者 把合适的画作放上区块链变成NFT 贩卖虚拟兑换凭评证 也就是区块链上的所有权证明 这一件作品它不是油画 它是负荷媒材 所以你如果再靠近一点看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机理跟质感 那这种机理跟质感 我们在选件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技术是可以把 这些东西全部上到所谓的数位实践 在电脑看的时候不会实践 那大家选的时候拿回家 大家会觉得落差不会太大 这个是我们选的一个要件 我是不是画一个数位创作 我就可以找一个平台 或是我唱一首歌 我是不是也可以发跟NFT 其实现在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可是第二个是人能能赚得到钱 这个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 你所发行东西的本质 就是这个本质到底吸不吸引人 有没有族群是愿意买单的 或者是我觉得NFT的世界里面 它更重的是你能不能激起共鸣 过去区域性的传统艺术 包括音乐 戏剧 影片等等 透过NFT技术可面向全球市场 让曝光度和流通性大大提升 通讯软体LINE也宣布 将投入发展NFT生态圈 复杂的区块链技术 渴望深入你我生活 TV北新闻罗世鹏 戴源利台北报导